老板 你这个鸡蛋应该比着卖 我说要卖都卖不就还比就卖 你看 我给你分享个方法 送前能让你把这个鸡蛋卖完 还要比你平时要高百分50 可以油吧你 卖不完这个鸡蛋算我的 我全部买了 可以吧 但是呢 我要重新摆平一下 你一会看我怎么摆平 好吧 老板 你这样摆能行吗 你看这是低价款 这是利润款 这是高价款 这个能不能卖好 不重要 这是自杀款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用户来讲 你如果买鸡蛋 你会买哪个呢 我买中间这个 这就是一个用户的一个锚定效应 定价的锚定效应 你要让用户有选择性 你明白了吗 就像我们平时买副苹果手机 有128g的1500 有256g的2500 528g的3000多 那你如果你买的话 你会选择买哪个 对 一般都会有一个价的一个选择 哎来来买鸡蛋怎么了 来 所以就是 在定价的时候要懂得要让用户有选择选择性 然后这个定价才能定好 这样的话 第一个卖的会快 第二个 卖完了单价会比平时要高百分50 你明白了吧 你选哪个呢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呀 然后我们是做餐饮的 怎么定价团购呢 餐饮也是要 餐饮要定价是要定啥 要定引流款 要定福利款 我要定利入款和要定高价款 定四个价位 高价款是用了吓唬人的 比如说你定一个 88的 定一个128的 定一个188的和定一个268的 268就是用了吓唬人的 但最重要的是把88和168卖好 办会员卡也是一模一样的 餐饮办会员卡有个300的和500的 一切五的和两切的 两切的就是用了吓唬人的 那么最重要是干嘛 让他做好了去办好500和1000 对 就是你说的 货比三家 来 鸡蛋来来来来 过来买鸡蛋 你明白了吗 你就只有这样定价 第一个 卖的快 让别人有选择 第二个 单价还高 你明白了吗 我每天早上都会分享如何教大家做好定价 来 我直播接 手把肉教你